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宣布 进一步加大洁净网络行动 目的是维护美国资产的安全 英国广播公司文章指出 这种所谓洁净网络的行动 其实只是分裂网的概念 文章指出蓬佩奥说要在美国的手机程序商店 移除不受信任的手机软件 问题是什么应用程式不受信任呢? 会不会是所有中国的应用程式都被视为不受信任? 文章引用英国网络安全专家意见指蓬佩奥的说话令人惊讶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其他国家控制互联网 现在美国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这个简直就是网络世界的巴尔干化 在我们眼前活生生的上演 文章分析 美国11月就要进行总统大选 特朗普的静网行动 以及在科技领域之外 对中国的其他政策 都被视为和选举策略有关 以目前情况来看 特朗普理想里面的美国互联网 是没有中国的参与 一如TikTok 如果微软买下TikTok美国分布 世界上就会有三个TikTok 分别是中国的抖音 美国的TikTok 和世界其余地方的TikTok 古独年轻人 古独年轻人 反中联港 反中联港 千古罪人 千古罪人 支持警方执犯 支持警方执犯 和港黑手 应受到法律制裁 应受到法律制裁 强烈牵责 贯物正军议员 和港黑手 应受到法律制裁 强烈牵责 贯物正军议员 支持警方执犯 和港黑手 应受到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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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烈牵责 强烈牵责 贯物正军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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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法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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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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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独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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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中联港 反中联港 千古罪人 千古罪人 支持警方执犯